她的黃神回復 孩子開始瘋偶像 名遊戲 爸媽要先自我反省 我還是看著偶像是 神力女超人嗎 對 曾經啦 曾經 那如果你的小孩 對某些人事物充滿著迷狂熱 你要怎麼樣讓他抽離 或是冷靜一點 不要太瘋狂 所以你的著迷的意思是說 已經影響到正常生活了 對 那表示 我一定不會怪他 因為我覺得我孩子一定是 他一定是跟我們相處的時間太少了 所以他有一些依附感依賴的對象 或者覺得很欣賞的對象 把那個投注情緒在他上面 那應該是我的問題啊 所以我可能會先反省一下 我現在應該要多花點時間陪他 那在已經多花時間陪他的過程當中 第二個我會去聊幾 他所著迷的這個對象 我會去認識他 然後跟他開始有些話題可以聊 他喜歡某個明星 或喜歡某一個卡通 卡通人物 那我就會去認識 然後我可能會自己也收集一些資料 問問他 他到底這個劇情走到哪裡了 讓他覺得說 其實爸爸對我喜歡的東西 也都願意花時間來瞭解 那第三個才是說 當我們已經建立好感情 那我也多花時間陪他之後 那我們才有機會可以聊一聊說 我們是不是在金錢上面的規劃 時間上面的規劃 可以有一些些做調整 然後我覺得一般大部分的媽媽 或爸爸可能很急 你第一時間就會想要斬斷 我覺得你一定會失敗 一定會失敗 因為你的孩子 他被你斬斷的這個重心 他所依靠喜歡的東西 被你這個禁止之後 他要不就遞下來 要不就換一個新的 其實最後結果是一樣的 黃醫師有話要聽 因為他是過來人的 香菇